谈一下这个国防部啊 中国国防部今天就这个日本军机舰体啊 就是侵入中国所宣布的演习区这个事情 我我谈一谈我的个人看法啊 就是日本明知中国在这个西台北洋演习的这个区域范围 但是就是还是强行的故意的进入了中国这个演习区 这显然是对中国的一种挑衅 这很显然是一种挑衅 而且呢对中国实际上是一种蔑视 这一点是这个性质非常的严重 那么过去呢就是当谈到这个屌业岛问题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我个人也比较认为 就是中日双方都不愿意主动的这个发生这个擦枪走火的局面 但是呢最有可能发生擦枪走火的局面就是这种状况 也就是说当中国在军事演习的时候 实弹演习的时候 日本舰艇偷偷的进入这个区域 而且待了很长的时间 长到三天的时间 日本的军机也到这个附近的地区进行侦查 如果万一发生擦枪走火的话 就可能在这个地方发生 所以呢就是他的事情非常的严重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方面的反应 当中国做出了这个公开的指责之后 日本方面现在保持非常的承诺 我今天非常有意识的啊 查了日本的一些网站 包括他的报纸和他通讯社都没有任何一个回应 也没有任何一个报道 就说明日本人就是过去啊 就是恶人先告状 始终把中国作为他这个攻击的目标 但是现在当中国做出威胁的做出这个指责的时候 日本方面现在已经保持沉默 一言不发 说明他是知道自己是已经是错误的一方 呃自知理亏啊 这件事也是比较明确的 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中国军方讲到啊 说这个日本方面就在这个中国的演习区啊 派遣军舰 这个这个事情做出了抗议之后呢 这个说已经向日本方面啊 进行了这个严正的交涉 那我估计在交涉之前 在交涉的时候 可能日本方面并没有做出任何一个认错 也没有表示任何一个承诺 所以呢 中国这个军方发言人今天在公开的 就这个事情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声音 所以这个事情可能日本方面大概可能还会 暂时保持沉默下去啊 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在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所以中方可以将来做什么 可以在这个那个地方 举行海上演习的时候 可以把日本的军舰或者飞机的进入呢 作为一个事态来考虑 也就是把这样的事态纳入到 这个实弹演习当中 把它作为一个活靶子